来 我问问看沙翼老师 听说您是这五位队员当中 唯一一个曾经从军营里走出来的 你有过从军经验 对 就是在部队不是做过饭吗 哦 部队吹噬员 火头军嘛 部队吹噬员 所以您这次再次走入军营觉得适应吗 军营对我来说不是很陌生 但是犬可能是我比较畜害怕的一种 我前天刚跟胡可姐录节目 然后她就说不知道我们家沙翼在里面可砸整 她特别害怕犬类 第一次录制回去了之后 她说 哎呀 你活着回来了 那您平时是怎么怕犬的 这次又不得不接触可怎么办呢 我小的时候被犬咬过 在四五岁的时候 所以说就留下了童年的阴影 后来就是甭管大的小的犬 只要是 因为我眼神特别好 一直都1.2 然后远远的大概1000多米以外 我看见有人晚上小区里遛狗什么的 我就马上 要么我就选择走别的路 要么然后我就 要不然我就离她就一条路没得选 我就走离她很远 上树对不对 很远很远 真的 那这次可怎么办呢 这次没办法了 这只能硬着头皮 那就上呗 反正还好我的现在 我能说哈 我的那条犬 体型不是很大 三米多 三米多 就三米多 三米多不是长是高 两匹马 那么大 没有没有没有 他听他们的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那条犬我倒是克服了 我不是很怕 但是我们经常会列队 然后呢就经常会他们把我安排在新宇和江朝中间 然后新宇和江朝的都是大型犬 所以现在我每天吧就列队的时候我我我基本上能达到眼棍六路耳听八方 就似乎我看着是前面 因为排长也好班长也好不让我们左股右盼 你就要看着前面 其实我所有的余光都是分散的你知道吗 都是在这儿在这儿随时 他们那些犬稍有有有有任何动静 我马上我就 我就我看着前面我都可以迅速地调整自己的位置 找距离 那个画面应该挺搞笑的 但是我们班长现在目前他还没发现 没发现你 没发现我现在已经有这种特异功能了 我觉得你下次可以假装看不到他 都忽视他们的存在 这空间里就只有你一人你就不怕了 就完全帮我呗 对对对试一下 咋咋地行 好嘞